如何把一個天才大學生培養成職業球員 讓他的天賦可以完美兌現 並不是每一位NBA教頭都能輕易做到的 大家好 歡迎來到JB跟你一起看籃球 今天我們就要看看Stan Van Gundy 怎麼指引詹恩Williamson 踏上職業球員的正確道路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每一個球員的背景不同 自然養成的方式也就不同 就拿紐澳梁的選秀狀元詹恩Williamson 與達拉斯少組盧卡當曲曲來做比較 兩人雖然都是在19歲入選NBA 但盧卡的背景是已經在歐洲頂級聯賽 打滾3年的老球皮 盧卡拉爾需要的只是讓他適應NBA的節奏與球風 不需要去改變他幾乎已經定型的打法 只需要去打造適應盧卡的團隊陣容 並做微調 而來自學生籃球的Zian Williamson 就完全不一樣了 雖然大學就著的是傳統強權男模鬼Duke 而且是在傳奇教童Coach K的指導下打球 但在學生籃球並不會磨練太多的基本觀念與動作 更多的是想辦法展現體能上的天賦 來吸引球攤的注意 引用Robert McElligan 這位專業NBA訓練師所說過的話 身體天賦傲人的孩子 用盡全力展現的速度與力量 可以讓他在高中或大學展露頭角 少數的球員也能靠著體能在NBA取得成功 但如果你想要成為一位真正的優秀球員 那你就必須學會如何正確打比賽 Zian的身體素質不需要太多技巧 就可以輪壓大學生 但在來到了對抗性更強的NBA後 一切都將不一樣 去年新人賽季對上達拉斯的Klaver 硬扛上去幾乎都是吃鱉收場 而紐澳良的新任教頭Stanfin Gundy 教育了這位超級新人如何正確打比賽 學會掌控時間差放出右耳欺騙對手 學習站到正確位置改變檔數保持身體平衡 然後才是釋放上天賦與他的爆發力與上籃手感 讓我們用一些比賽畫面 來看看現在的Zian跟過去比起來 到底哪裡變得不一樣了 這場對上達拉斯的比賽 紐澳良擁有第一波的進攻球權 而你注意到Zian在場上做了哪些事情了嗎? 首先是控球 了解對手與隊友的站位 把球交給側翼後馬上去幫Ingren掩護 接著再到三分線外拉開空間 然後在落邊的側翼接球 啟動後沒有一股腦殺進去 搜球後用假動作幫隊友吸引防守者 接著地手傳球完馬上做掩護幫隊友創造空檔 Bow出手後他也沒閒著 積極地往籃下衝搶籃板 這就是Stanfin Gundy Gary Zion 的走位訓練 Gary Zion 大量在外圍持球的機會 學習判讀防守 學會持球攻擊的技巧 這球正確閱讀防守者的站位 攻擊Clipper 的前側角 用他相當右翼的左手來終結籃框 還是持球攻擊 在攻擊進去後被大量人群包夾 但教練灌輸的戰術與觀念 讓他知道弱邊的空檔存在 雖然傳球姿勢很醜質量也不佳 但這就是傳球意識的養成 繼續持球攻擊 在幾個變相後仍無法甩開防守者 面對包夾的他並沒有硬上 而是選擇傳球找到合理的空檔 持球與射手打擋拆 發現到Tim Hardaway Junior 的防守失誤 他用自己的身材做掩護 轉傳給射手創造空檔 再繼續從側翼啟動 吸引到外圍的斜防後 用左手單手傳球找到空檔 這一系列的傳球品質都不算太好 隊友不能順利直接接球出手 但很明顯的他已經有足夠的傳球意識 只需要再做更多針對性的訓練 而會傳球的他 對手就必須面對防守選擇題 讓他單打攻擊的成功率大增 繼續來看看他的持球攻擊 這球與水行俠配合打擋拆 先換掉了Kliber後 繼續閱讀隊友與對手的站位 發現了Posingis 預設了他要走左邊的慣用手站位 水行俠同時也完全幫他擋住了Kliber 在右邊的協防機會 簡單一個假晃騙掉重心 用不擅長的右手上籃得分 幾乎一樣的側翼擋拆啟動 水行俠一樣擋掉了Kliber 這樣一發現Posingis 重心浮起來 馬上一個壓尖突破 接著就是展現他傲人天賦的時候了 看完了持球部分 Stanf & Gundy 在無球部分也同樣有做到高品質的要求 這球用第一手傳球給Ingren後 馬上轉變為無球攻擊 連續做兩次擋拆 幫Ingren創造空檔 一模一樣的第一手傳球攻擊 連續兩次擋拆後 Badonia Fenney Smith 擋在身後 藉由Ingren吸引防守拉出Kliber 清出Roll-In的空間 輕鬆走位 突然萬到手 繼續做無球的攻擊訓練 高位配合的擋拆攻擊 順利找到Roll-In的節奏 但並沒有正確閱讀防守 而是一股腦敵衝向南框 相當簡單的一個判決 Offensive Fall 再給Zion一次機會 雖然這次截球的節奏沒有上次順暢 但他用運球把Willi Conestine往外拉 接著再加速往南框攻擊 並沒有硬碰硬 而是放出右耳 然後展現自己的爆發力天賦 再來一次擋拆攻擊 這次拖車跟進的時間就相當漂亮 正確的節奏與正確的位置接球 達拉斯只能犯規收場 接著來看看這個無球跑位 從這個跑位就可以清楚知道 Zion的頭腦是清楚的 先是夾擋 然後往落邊底角拉開空間 但他沒有拉到三分線外 因為他清楚知道三分線不是他的強項 但在游漆區附近 他是一頭野獸 演續上一段影片 在游漆區內是猛獸的他 在地位要求的動作相當扎實 相當靈活且充滿節奏的腳步 可以在籃下拿到球攻擊籃框 同時也不會被吹三秒為力 最後一個片段 又是在游漆區 無球走位後上中接球 在得利位置拿到球 輕鬆用爆發力吃掉Posingis 就像Kobe Bryant曾經說過的 我在看一些明星前輩的影片錄像時 我看的不是那些爆扣拉桿或者反手灌籃 而是看他們怎麼站到得利位置 然後怎麼改變對手中心 並且正確閱讀防守缺陷 接著才是那不重要的灌籃 同樣的內容套用在孩子王渣漾身上 才經過短短的一年時間 渣漾的進步幅度相當驚人 從一個技術不純熟但爆發力驚人大學生 慢慢轉變到充滿技巧且不靠滿力的職業球員 紐阿良的教練團功不可沒 而且也要幫紐阿良的運動醫學團隊拍拍手 這樣的體重有沒有改變我並不清楚 但是體態明顯更輕盈動作更靈活 減少了集氣後飛噴的動作減少膝蓋的耗損 而且在爆扣後選擇抓框後兩腳輕輕落地 這些動作都是盡可能再減少受傷的可能性 看來2019年的選秀狀元正在慢慢兌現他的天賦了 讓我們期待屬於孩子王的時代來臨吧 好的,今天的影片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的影片千萬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掰!